这临近开堂了 你那个朋友呢 怎么还不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 他呀就是一个 孤名钓鱼的顽固 夏末 这次五岁开市 也算是九死一生了 听我的话以后 又不敢再淌这趟浑水了 来 喝汤 喝点汤 今天有鸡汤 他们说啊 吃鸡头能治头呆 我们家末一点都不呆 谁要是不服 让他来跟咱比比算学 一个大蒜呆子 一个小蒜呆子 还不够呆呀 宋大哥今天送这世纪来的时候 说托人打听到了一位神医 专制头呆的 诊费很贵 没事 银子的事我来操紧 我记得我娘说过 多吃鸡头 专制呆头 专制呆头 你 你还记得什么呀 我还记得 您给我家送过鸡 你带我爹和我 进了价格库 这就是你一心想见识的价格库嘛 凡天下之读书 板级 既金骨钱薄抽纳之文读 尊宏鬼藏 你带服务考证之用者 现在演 哎呀 如此重要之敌 若是没有我的收看 别人 当然不会让你进来了 你记得的东西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我还不够 还不够 还不够 做的就是做的 必须要干 你这份痴迷符 真有奈复风法呢 真有奈复风法呢